哈喽大家好,我是侯老师,来自泰国的 今天我来给你们讲的故事叫 巨人的花园 巨人有一座漂亮的花园 那里是小朋友的游乐天堂 可是有一天,巨人松巴巴的把孩子们赶走 还在花园周围造喜围乡 立起一块不准进入的告示牌 花园变得又暗又冷 花草树木也枯黄了 巨人的花园里灰灰冷冷的 不久冬天来了 巨人自己度过漫长的冬天 春天来了,大地开出美丽的鲜花 小鸟飞来换觉 巨人的花园里还是冬天 他想,今年的春天为什么这么冷呀 一天早晨,巨人被吵醒了 他跑去双边一看 哇,花园里花红草绿 有许多孩子浑快地跑 他们应该是重围前小洞进来的 巨人想 巨人高兴地跑到花园里 想跟孩子们打招呼 可是孩子们一看到可怕的巨人 都吓跑了 只有在久落的一个男孩没看见他 男孩用手指碰一下了树枝 树枝马上长出了新叶子 巨人终于明白 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 于是他立刻推倒了危险 把花园闻给孩子们 此后巨人的花园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孩子们站在巨人的脚下 爬在巨人的肩膀尽情地玩耍 巨人生活在非常漂亮的花园和孩子们中 感到非常幸福 这个故事讲的道理是 人要懂得分享 不要太自私啊 今天的故事到这为止 希望你们喜欢我讲的故事哦